今天就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TVB的安心事件已經過了很久了 兩個月 TVB終於惡搞這件事了 在開心速遞上 來個安心速遞 來個安心偷食 重演起劇形式再包裝 我看完只有兩段戲 TVB的YouTube上可以看 你按TVB的網站 YouTube Channel也有看 有兩段 細龍山 有錢奧 有個暗星 比較有機心的女演員 然後在車上 安裝了攝影機 又癡又癡 趁細龍山喝醉了 就乘虛而入 拍下事發經過 這些事 當然改編 改編安心事件 但真實有沒有 男人真的不太想 被女人拍了影片也會有 經常性的 那些MeToo事件 暫中也會有 就是這些 不要說男人拍女人片 女人也會拍男人片 有的 然後 當然 要脅細龍山 付錢 不是爆你 的確 拍了一些 疑似 偷食的照片 很棒 當然 和司機 搞笑 他改了劇情 其實是怎樣 有條片 然後 被 Cherry拿了 想著 買一條片 向司機買一條片 出多少錢 很瘋子 本來想著一千萬買一條片 一千萬也瘋子 當時 他派了紅藥水 紅藥水 長腳蟹 去投回這條片 一開始投 50萬 有個 拍賣會 50萬 起標 那段戲很搞笑 然後說說500萬 1000萬 2000萬 3000萬 然後 投回這條片 就是偷食的影片 當然這個劇情是虛構 就是 用競投形式 去取回這條片 事實上 真實的劇情 真實的 安心事件 我相信是司機 賣給蘋果的 我相信是 當然有 賣過的價錢 亦都跟 許智安 都說過 賣過的 說不定數 才賣給蘋果 有這樣的可能性 也不奇怪 但值不值幾千萬 當然是不值 那 紅了水 最後 投到這條片 那 投到這條片 然後 但問題是 這條片仍然流出 搞笑 明明是投了回來的 為什麼這條片仍然流出呢 他仍然被人欺負 然後要道歉 那段戲很棒 說自己是一個臭了的男人 然後要負責任 要停止手頭上的工作 即是在囂張許智安 惡搞的 最棒的惡搞位 原來這個小龍山還有一段影片 他拿出來給記者看 原來那段影片是件事的另一半 就是最後趕走Cherry出車 說自己有老婆 麻煩你出車 把Cherry推出去 推出車外面 然後拍攝後半段影片也拿出來 那整件事就水落石出 原來這個小龍山沒有偷吃 他依然道歉 很搞笑 依然道歉 道歉什麼呢 這個真是笑位 他說我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是臭了男人 因為我當時是沒有男安全帶的 這個位置我真的笑了出來 我要自首 我沒有帶安全帶 不遵守這個交通的規則 這樣 這個位置是好笑的 所以這個DVB 我搞這一段戲是好笑的 有很多很微細的劇情 例如西龍山有個裝 有個化妝師 特意跟他化到頭白了 就叫做一夜白頭 就說他因為這件事 頭髮都白了 嘴唇 就 有皺皮 有個眼袋 說他因為這件事 滄露了 當然是化妝 幫他 是專門的 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 就是 TVB 真是惡搞 安心事件 這樣 都像的 當時許柱安的樣子 都是殘殘的 又有眼袋 等等 TVB 就無端端 整個這樣的惡搞 事隔兩個月後 其實大家都 相信都大忘了 張安心事件 所以我接下來 我自己推敲 半年後 許智安 黃心明 可能久一點 九個月至一年 就可以推翻 他們自己 可以出來 就不需要這麼害怕 因為 事實上 現在這個香港 有一個人代替了他們位置 比他們更加閒陣 就是林鄭月娥 因為他還搞出人命 這個林鄭月娥 所以他們可以很放心 所以TVB都惡搞這件事 好啦 都更新一點 究竟 那兩位 最大兩位人興 一個馬鳴 一個Semi 究竟是怎樣 馬鳴 現在新那一套 叫做白色強人 白色強人 似乎有機會拿影帝 拿時帝 都經常訪問他 馬鳴的曝光力相當高 而且你看 其實馬鳴的身材挺高的 現在看看 所以現在他真的 雖然愛情失意 但是 在事業上有一個高峰 這次真的時帝的呼聲很高 因為他真是TVB可以頒給他 令到自己的內部收視高了 亦都是對於道德 審判 告訴世俗 我們會獎勵藝人 做得好就會獎勵 做得差那些 黃森永那些就會隔斜 這個也有幫助 更新馬鳴 還有鄭壽文 你看到他現在也沒有那麼瘦 有一點肉的 沒有胸 胸平如鏡就已經既定事實 沒得救了 但他以前很瘦 看到骨 現在就剛剛好 我自己覺得也是 接下來 好像下個月左右 下兩個月左右 就是演唱會 他現在也是47歲 大馬鳴兩年 也祝賀他 祝賀他些什麼 就是演唱會 馬刀功成 順順利利 Semi以前是減肥過度 以前就是減肥過度 這一張 他當然不斷在IG上 發表他的心情 而他的心情 我相信都開始平靜了 因為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香港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他那些私情 基本上很濕碎 對比香港的大事件來說 不過我也可以讀一下IG的 他那句心情 他當時代表他內心世界的留言 他這樣寫 還有不救 也多天就是演出了 時間感覺很緊迫 所有歌曲 明明已經是過年前 已完全定下來 流程用 內容也很早有定項 但到了這刻 竟然仍有很多彩排的 未彩排的 而且年紀大 記性也萬了 體力恢復也萬了 雙膝蓋和後腰之後 更感身體脆弱 以前做完運動 鍛鍊 可以一條龍直踩工作 都面不改容 但現在年紀大了 身體機能之減慢 是必須面對的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做完演出 真的要好好休息 心身靈 都需要放一個長假 Do my best hashtag 期待做完之後 好好放假 放長假休息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留言 完全沒有安心的感覺 或者提及的事情 基本上可以這樣看 其實都沒有什麼 一切都是異成過去 現在鄭壽文也有點肉 好看 比以前更好 讓他開心 但如果真的有比較 馬鳴是更加得著更大的 因為鄭壽文已經紅了很多年 但馬鳴來說 他似乎還有一個級別可以再上 這次真的幫他推上去 馬鳴 這裏也有個帖子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帖子說馬鳴 這麼多年來 都一直有些不錯的驗幅 第一個就是曾華善 曾華善年紀不小 馬鳴曾在入韓初期 承認一位圈內合作過的女演員相戀過 但因為身份懸說而分手 外界猜測女方正是曾華善 2005年馬鳴被拍到 與年長九歲的曾華善默會 更出入女方九龍堂的香歸 馬鳴曾坦然兩人狠頭盔 有說不完的話題 但有傳因為這弟戀備受壓力 最終戀情告終 我們今天有很多段 順便幫馬鳴挑選女朋友 有哪一段對 哪一段不對 我覺得他和曾華善是對的 我也是對的 如果他們能夠排除了這個 有一個 säga 金 driver的壓力 其實算是 OK 你看見馬鳴真華善 他是大9年來的 原來會珍惜馬鳴人 某情侶射想 應該是不會的 但當然背景很懸殊 但我覺得這些小事很懸殊 周華倩經歷過很多事情 馬明好像變成一個沒什麼經歷的人 我相信愛情上的確有一個懸殊的距離 無論是演藝上的經歷 愛情上的經歷也很懸殊 但我覺得不成問題 馬明也是一個乖子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周華倩也想找個晚男陪下的感覺 還有徐子山 徐子山仍然未嫁 2008年馬明與徐子山在劇集 《甜言物語》中飾演情侶 兩人穿上情侶波鞋出席宣傳活動 表現曖昧 馬明環不避嫌地公開表示 與子山很有默契 更有傳女方是第三者 介入馬明與曾華倩的感情 這麼複雜嗎? 看這張照片 徐子山也能組成 瞧得馬明很緊 當然了 徐子山也喜歡追求 馬明也是一線的小身 他應該是很緊急 然後又把他送進一個球鞋 這樣 齊惑真銀 我覺得徐子山 就是一般 因為徐子山都有點港女格 隨時好像王心永之流 但我這樣說,徐子生是好一點的 他應該不會玩到離譜那種人 不過感覺上也有點霸氣 一定是吃著馬明上的 這個選擇也不差 如果你說曾華善和他 我自己覺得徐子生容易與馬明產生爭執 相對來說 李斯韻 李斯韻也有份 馬國明與李斯韻一直合作無間 先後再多套劇集扮演情侶 2010年兩人載Parsif劇集 鐵馬陳尋橋 有子馬明 看中女方性格溫柔主動力追 李斯韻也大讚對方是順盤 但兩人否認緋聞 強調從未過跌 李斯韻感覺上也不差 我自己覺得也不差 他的樣子也挺好 不過都是典型廣女 這些也是跟他差不多年紀的人 然後不用說了 還有唐詩詠 又是鐵馬尋橋時 兄妹相稱 兩人拍攝節目 有什麼好過去camping時 馬明全程癡失這個契妹施詠 形影不離 其實是他暗戀 暗戀 唐詩詠 搞到同行的梁烈偉 都說自己變了電燈膽 我相信他這個白色強刃 直接用一嘴 唐詩詠 馬明是最認賞的 賈曉晨 賈曉晨也合作過 在飛虎就飾演一對 他就是賊夫妻 有子JJ主動用電眼攻勢 鏡頭前後都叫馬明做老公 連去廁所也要叫他相伴 拍戲拍出真感情 全劇組都知道他們暗地他著 馬明也有很多宴福 都吃不少美女 馬明也有很多宴福 假曉晨 他一向也有 這些是用來做情人 假曉晨 如果有唐詩詠 就一定是 承認著馬明那種隔離 但唐詩詠也不差 剛巧他們兩個都單身 不要煩 我自己覺得 又不是未嘴過 嘴過都可以想想 然後有合作可以賺錢 胡恨宜也有一點 當年胡恨宜王中閘分手後 有傳他拍檔 馬明在戀 季節期間拆出愛火 雙方澄清 只是朋友關係 否認戀情 這個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他們是朋友關係 為什麼呢 事後引證 胡恨宜 胡恨宜 其實也是擺金女 他也是賺個有錢仔 也不會說 馬明 不是窮人 馬明也不是窮 但一定不是 上流社會 那些 是大富人家 胡恨宜王中閘分手 不知道 是啊 胡恨宜王中閘分手 胡定恩一定有公主病,蛇蠍、臭蟋的感覺 如今,再見亦士好朋友的關係也好 馬鳴又是一個這麼好的人,最多跟你不合,再見亦士朋友 胡定恩也有男性格,分手就分手 有兩種寫法,一個是胡定恩嫌馬國明太悶 今次的寫法是馬明嫌他有公主病 打個禍,兩個人都有刺在心中 大家都是覺得不合 事實上,這個人真的經常吵架的樣子 感覺上,兩個人的氣勢都很強 你又不服我,我又不服你 馬鳴又不會為了胡定恩而改善自己的性格 胡定恩又不會為了他而改善自己的性格 這件事就說到這件事 你看看後期王生榮出來之後,馬鳴很明顯自己都撿了自己的性格 英俊了,年輕了 很明顯是遷就了王生榮 他真的服了他 但這個很明顯是兩個人都不服 這個我覺得朱神麗是不錯的 如果你說這麼多條女子,暫時來說是朱神麗 朱神麗是大陸妹 我自己覺得 他的樣子漂亮 正常 反而最正常是他 朱神麗說他也是 經常被人玩 經常被同事玩 有一次陳偉玩過他 朱神麗就說 你知不知道他 問他知不知道什麼叫賓咒 賓咒 然後就挽救朱神麗 朱神麗真的跑去問人 然後有位男演員就說 你被人玩了 賓咒是指什麼 朱神麗當然知道 原來自己被人玩了 這件事 我看得出 朱神麗是有種 是單純一點 我不代表他不捨 但相對而言 他屬於低 有少少入美心的感覺 這樣就好了 可能是好女友 沒什麼機心 你叫我去問就問 誰知道你會弄我 雙泉有這樣的小故事 感覺上 他不會說有這麼大氣 雙泉就說 在明媛望族 有不少感情戲 朱神麗獻出他的暗磨初吻 有此兩人 嘴出感情 哇這個馬名 真是嘴不少女 不避嫌當眾 打情罵此 馬名為對方 改名為魔鈴珠 非常辱罵 不過現在 朱神麗有男朋友 那個男朋友 不紅 我自己才覺得 朱神麗其實是貼鼻 他找過那個男朋友 其實也不太紅 我覺得他追求男生 沒什麼機心 所以我是這樣認為 不像有些人 一追求男生 那男生肯定是 富翁 富豪 那女生肯定是擺金女 例如吳千羽 有很多都是事後引證 但這個朱神麗 你見到他的拍拖經歷 都是很簡單 所以我是比較 如果真的要選 那麼多條女 我選擇一個 可惜馬名 不懂得吃 這個不錯 朱千雪 朱千雪 對眼睛很大 我自己有種錯覺 我以為他是冠軍 其實他不是冠軍 不是港姐冠軍 是貴軍 如果沒有記錯 不知道是貴軍還是亞軍 應該是貴軍 朱千雪 但我不知為什麼 總是覺得他是冠軍 好像他比冠軍紅 其實他也是一線 朱千雪 但他自己去了讀書 你看看多好艷福 左勇右抱 當然這些是劇照 拍攝一起拍 給他面子 那麼大也好 做明星 左勇右抱也不錯 看這張照片也開心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鄧馬名 其實他一直都這麼好 而不回覆 只不過是不傻子 有好的良緣 不爭取 朱千雪也不錯 朱千雪 不過現在也有男朋友 朱千雪也有一點敗禁 如果真的選擇 不用了 我又覺得 朱神又美女 又大波 朱千雪也不是那麼美女 你說美女也不是美女 只不過選了港者 有港者名銜 2013年 報道指 馬名與朱千雪 Tracy 因為拍攝 On Call 36小時 2 傳出匪問 近有傳 兩人已經到了見家長的地步 到了2014年 兩人合作 拍攝 劉文皇帝 馬名被拍到 親自在Tracy 回住所 但兩人一直 否認戀情 很明顯是有啪著 很明顯是 不想見光 旁邊這一件也分了 這個我忘了他的名字 是誰 是誰 徐佳琪 這個我不認識 反而真的不認識 2014年 馬名被踢爆 戀上來自上海 貌似千億媳婦 徐子旗 無得而 是 徐佳琪 兩人 惠寶 愛苗 玩低調 直到被拍到 同車物猶 當場 撞政 才承認了解 但事後雙方都表示 國王已經沒有聯絡 我看過兩張照片 都覺得 這條女兒是拜禁的 馬名要小心 這條女兒 算了 因為有上海 有些異地戀的感覺 這個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不用說 朱神禮最好 我現在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最差當然不用說 當然是黃森榮 在什麼時候開始撻著呢 2012年 參選港者 已經說傾務馬名 2013年 按摩36小時2 下串做病人 及後兩人在2016年 拍攝衛食神探 傳觸兩人棄假情真 17年 攻心計二 攻心公計 心詠近水流台 成功俘虜馬名 但兩人仍然否認 去到18年年初 馬名出席了生命家 家族的生日犯 令戀情正式曝光 近兩年 拍拖 令人唏噓的 一對 業緣 總結 曾華善 年紀稍微大 但不差 兩人結合 未必有得生 徐梓珊 做女朋友 不錯 但他未必是 一個很適合結婚的對象 李斯韻 感覺上不好 好過電 感覺上 不過都OK的 唐詩詠 OK啦 其實可以想的 我覺得 想什麼 唐詩詠 你不要太過眼角高 馬名適合你 對嗎 JJ 這些結婚 這些不說 人妻 這些又結婚 胡亨宜 胡定欣 又算數 又是霸氣太強 我自己覺得 你看到他專門說的眉毛比較深 代表他的性格都喜歡吃著男人 反而 尊神麗 剛剛好 今天 我幫 馬名 選了一個女朋友 當然 我幫他選 但他也 不懂得珍惜的機會 馬名錯過了很多姻緣 其實馬名是 接下來 只能夠 勸告 馬名自己撿山 自己錯過了那麼多事情 好 今天講到那麼多 如果愛情有很多問題 阻力的 Email給我拿上 DayGameGame 也可以 繼續犯告Pan 多謝收聽